年锦大神的邦邦,目前SE的邦邦 他的邦邦,说实话呢 其实 更多的是我们抱着一种欣赏的角度 就你去看那个烟火秀一样 你想打成他那个样子 那每个三年功夫我觉得也打不出来 前锋,调九,记者加囚徒 有意思于这个阵容其实打邦邦还蛮厉害的 不知道记者带不带博命啊 如果记者带博命的话 球员这边前锋可以撞就 记者可以招娃娃就 如果能拖出两波博命 其实前期稍微溜一溜 这个局是很有可能打出私人开门战的 但是得前期要稍微的溜一溜 什么叫稍微的溜一溜呢 就是80秒 就是两台半的机子 这个叫稍微的溜一溜 溜的够持久呢 差不多就是100秒 就三台机子 这是一个分水岭啊 就是一条标准线 这个阵容他但凡 六过80秒了 那么对于全者来讲 只要能够塔半救下来 这个局即便打不出四人开门战 三人开门战也很好保平 上来的话抓记者 记者这边是个双坛 双坛记者 六邦邦连炸有没有 应该补不上了 这里开局抓记者 你别说我觉得这个记者还真溜不动邦邦 邦邦压根不怕你什么娃娃下板子 我怕你卡板子 给刀带走了 这个基岛还是挺舒服的 我们来算一下机子 这个基岛差不多是60秒 前锋这边的话有想法吗 邦邦这边是 记防了你 我本来想说 记防了你那个打架 又防了撞救 但是前锋这边的话 这个距离控制的很好 距离时间控制的很好 再一颗遥阔雷带走了 走位很不错 回身打一刀 这边要不要补一刀 补一刀落地刀 但这样的话记者身位拉开 这边选择秒前锋 连炸有没有 有 换挂一手前锋 你说亏不亏呢 其实是亏的 这波前锋 但凡能够让邦邦去挂他 这个局 他的一个优劣势 本来邦邦一个快速60秒 击倒不交闪现的一个击倒 我觉得是邦邦优的 但这样子一波换挂以后 但凡穷者选择卖掉 卖掉这个前锋 他们就不裂了 他们就不裂了 那你想救人 这有一种就是队友救我 我要报恩的感觉 你这不救人 这就真的这口酒喝上 我也不觉得他一定能把这个人救下来 囚徒交电 这边一炸炸做 前锋 倒了 哎哟 真的是没有 没有操作起来的可能啊 一个前锋 在邦邦面前 就是吃炸 我不知道这个记者是不是手里还有一手薄命 他可能是双弹加薄命 他想把这个薄命套上 但是当时记者就算这口酒回上了 他是一炸一刀倒地嘛 一炸一刀倒地 人可能能救下来 但记者记者可能也要倒 感觉不赚 不赚 那波不赚的 因为那波那个血线 我当时没记错 那个血线 记者真把前锋救下来 差不多也过半了 来 这边 囚徒 一炸一刀 这边应该没了 那还能再玩一玩 三秒钟 遥控雷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我们后续的一个追击的话呢 以求生者的视角来给大家看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记者他把机子修完以后 如果他手里有薄命啊 去救一波这个囚徒 其实求生者是有望去打一个 三人开门战的 有望打一个三人开门战的 但是记者被发现了 被发现 来 镜头给到 怎么说 直接冲 一炸有 遥控雷有 应该没了 这没办法 这连浇娃娃的这个距离都到不了 年锦大神 真大神的 不过他这边好像没有看到这个调酒师吗 诶 这波调酒师在中场 这波调酒师在中场 他没看到吗 这声音也听到了呀 这不愧是顶级帮帮玩家呀 这记者果然是带着那个薄命的 他应该是双弹加薄命的 所以说他这 这波也准备来救人 就想把这个薄命套出来 说实话打中邦邦 谁上都一样 确实 反正也遛不动 这里排波点 差不多了 321要传了 没耳末 没耳末 快快快快快 囚徒 有个地 囚徒 一刀 没打中 这囚徒这个位置的一个判断很准 他这个垫不交的 这里邦邦是一个都不想放 囚徒手里有个垫 邦邦拐门的话 应该怎么地 都是一个三扎起步了 一刀 有 这边囚徒 门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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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时这波记者不来救 应该会好一点 记者不来救呢 就等于说 穷者会有 更多的机会去 更多的时间去修机子 机子如果能亮的再快一点 应该会更好一点 当然因为记者他这边是没有大音葬的 所以说如果邦邦 针对这个记者打 其实大概率还是一个多转 我们下转的拉到 我们下转的 不得了 还是 ロ忍